美国总统拜登6月1日宣布了一项7亿美元的军援乌克兰新计划 拜登称,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为乌克兰提供的额外资金 最新的援助计划将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等更先进的武器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日警告美国不要再火上浇油 通货膨胀导致房租、食物和汽油等价格全面飙升 也使美国民众的储蓄减少,这令四分之一的人被迫延迟退休 据BMO公司真实财务进步指数5月31日公布季度调查显示 人们延迟退休主要是因为物价上涨影响了储蓄 36%的人是减少储蓄 21%的人表示为了应对涨价,减少了退休账户的储蓄 年轻人受到通胀导致储蓄减少的影响最大 在18至34岁的群体中,超过60%的人表示 为了应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不得不停止退休储蓄 除了物价上涨几乎波及所有的物品与服务外 股市震荡也迫使人们考虑延迟退休 另据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年收入至少25万美元的美国人 称他们每月花销过后没有任何结余 凸显了通胀对各党收入的美国民众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5月31日,南加州一名高中生因多次威胁要诈学校被捕 另有一所高中收到可信威胁后关闭一周 周二,鲍德温公园警方逮捕了一名对自己就读的 Sierra Vista High School进行暴力威胁的学生 鲍德温公园警察局称 该学生于5月25日在学校放学后首次威胁使用爆炸装置 当局派出警犬前往学校寻找爆炸物 但没有发现任何装置 31日,这名学生对学校的教职员工发出了更多威胁 在FBI的帮助下,侦探们确认了这名学生的身份 警方随后从他的家中搜出了证据并逮捕了这名学生 而就在同一天,圣安娜的Matterday High School学校官员表示 由于校园收到切实威胁,学校将关闭到周五 圣安娜警局警官说 警方前往校园确定似乎没有枪击威胁 但此案仍在调查中 洛杉矶市议会5月31日以13比2的投票结果 支持一项修改干事反露营条例的提议 以禁止在学校和日拖中心500英尺范围内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洛杉矶联合学区学监表示 他看到在小学周围,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衣衫不整 向孩子们大喊脏话 这些情况所带来的创伤,长期短期影响 对儿童心理认知发展的影响 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不可接受的 学生需要一条干净安全的上学通道 反露营条例的修正案需要得到市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聚会门事件持续发酵 而面临日渐高涨的下台呼声 执政的保守党或于近期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票 约翰逊保守党党首和首相位置不保风险高企 日前发布报告指出 约翰逊在新冠疫情期间违反防疫规定参加聚会 并遭警方开罚单或违反大臣守则 约翰逊5月31日便称自己没有违反守则 强调没有违法意图 并称已向议会下院说明并为其错误恰当道歉 6月1日17时 中国四川雅安市庐山县发生6.1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公里 17时03分 雅安市保兴县发生4.5级地震 震源深度18公里 雅安全市范围 接报4死14伤